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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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相信過多一段時間 會跟諾貝爾獎齊名的了 我們今天介紹的時候 我當然是去你的老本行 我們物理學方面有什麼精彩的獎項呢? 很有趣的 他講到一件事 就是那個研究團隊 應該是佛羅里達那邊的一個研究團隊 他就研究一下 其中牽涉到一個死了的瓶魚 他是怎樣游泳 你聽起來就是死魚死魚不游泳的 但不是的 而且在這個研究實驗裡面 他是會看一條死魚是怎樣游泳 他是怎樣隨波逐流地動的形態 裡面其實牽涉到一個 尤其是魚類或者很多海中的生物 他那個游泳的形態的推進模式是怎樣的一些研究 好的 那你簡單講講這個獎 其實有什麼重要的物理學意義? 他的事源研究就是這樣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人游水和魚游水其實 其實那個形態上可以很不同 其實因為那個人的體型的生成 那個骨絡的結構 甚至乎那些肌肉的分佈 就跟這個魚是很大分別 如果你想一下魚 甚至乎水蛇 或者你看一下細胞層面 甚至乎精子 或者看你大一點青蛙那些科豆 他們的頭就連著一個尾巴 然後你發覺透過你去很有技巧 或者很有節奏地去擺動這個身體的那個形態 那個尾巴 然後就可以向前游 其實這個研究集中去看這些 凡是一些海中的生物 在水裡面的生物 它怎樣去擺動 怎樣去游 它其實是裡面有一門什麼學問呢? 為什麼這樣游是有一個優勢在那裡呢? 它就建立了一些電腦模擬的計算 以及真的做了一些實驗來去研究 人游泳 我會怎樣說呢? 其實都有一些游泳的花式是比較像魚的 台長你有沒有想起 如果你游泳 由哪一種顏色會比較像一條魚去游 那如果你蛙式就說明是青蛙 碟式就像蝴蝶 剩下來自由式 是可以比較自由式和背泳 我直覺覺得自由式更像魚的 是的 或者你打一個比喻就是 你如果潛水 你穿一雙蛙鞋 然後很多時候那種姿勢 你發現潛水員是不會用自由式背泳 就是你要用一隻手 是不是? 如果你是一個不是要靠一隻手 只是靠一雙腳來游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就會用碟式那雙腳的游泳方式 是不是? 將它泳在一起 然後整個人去捲攻蝦米地 不斷發來踢水推進 其實這一種這樣的游泳方式 你發覺在魚裡面是會經常用的 魚就不是靠旗去泊水來游的 基本上就是身體來帶動的 如果你說科斗 這些就更加沒有手沒有旗來游 完全就是尾巴 你要找到一個很有節奏的模式去做推進 究竟裡面其實是什麼一回事呢? 原來學問一點不簡單的 因為很多時候魚裡面 為了生存或者繁殖的需要 它真的會演化到一個最理想的游泳的姿勢模式 譬如說你說那些三文魚 或者那些津魚 尤其是三文魚這些 它要逆流向上游那些 是這樣的 你會發覺很多的魚都是的 有時候你要逆流向上游的時候 你怎麼去吃著 究竟你是不是純粹用一個死力 去將你向前去推呢? 又不是的 他們是掌握到水裡面一些什麼獨特的形態 來去找一個位置去做推進呢? 有人甚至乎 去將這門研究 看成為大自然那種萬法自然裡面 好像用到一些叫做很裝置的哲學思想那樣的 就是你怎樣在一個逆流的環境 或者是一個 未必是完全由你主宰的環境裡面 去利用這個環境的變化 去將自己向前推來做推進呢? 那完全存在這件事情 有人甚至乎 其實不是的 你研究一個魚怎麼游泳呢? 不只是一條魚 如果整個魚群的時候 那為什麼它們會發展到一種魚群的一種游泳的模式呢? 原來的確也發覺就是一個所謂吃著尾流的概念 領頭的那條魚當然是要面對最大的阻力 但是後面的魚群 它原來是可以因為整個魚群的緣故 就吃著那些這樣的水流呢 給它找位子一直這樣去上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是跟大家想到 賽車有這件事情呢 叫吃著尾流呢 然後就是那些魚群游泳的時候 會中間有很多的機會給那些魚可以吃著尾流 來讓它們可以很省力地去游泳啦 那甚至乎你會留意到呢 在海裡面呢 有時候那些海豚很喜歡追著那些很快的船 那你會看到為什麼那海豚有時候不只是跟著在尾上 有時候還好像很輕易地可以超越到那個快船 還在那個快船的船頭上出現來告訴你它可以多快呢? 原來後來發覺背後呢 是同一種的物理現象來的 是的 奧家 但是那個鞋子的船頭就不止這裡 它是講一條死了的瓶魚 死了個魚 那為什麼死了個魚會適游泳呢? 對了 這裡讓我再講多仔細一些 所謂吃著尾流原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很多時候這些在水裡面高速移動的物體 它都有能力是移動得快過這個水的波動行進的速度的 就是我可以這麼說就是 你好像一艘船 你如果那個船旁邊會產生一些漣漪 但是原來你的船下面裝了一個馬達 你基本上那艘船是可以快過那些船自己產生出來的漣漪的 最後出來的效應呢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船啊 或者那些魚都是這樣的 好像一個V字形那樣破水而出的一個V字形那些 一個叫衝擊波的形態這樣走出來的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因為呢 你本身的物體移動的速度比起它發出來的波動更加快 那麼其實空氣裡面呢 如果你說是 你有一架飛機 它是用超音速來走呢 你發覺它的超音速飛機出來的聲波 又是一個在空氣媒介裡面 V字形那樣呢 一路這樣散出去的了 那麼在這些叫做超速的這一種這樣的航行裡面呢 如果譬如說你一架飛機好了 它是超音速地去破開這個空氣的話呢 那麼很多時候那些空氣它撞擊到那個機翼 總之撞擊到任何高速飛行的東西 那麼它會被破開 但是在那件物件的後面呢 就產生了一個很強烈的一串的喘流 那麼在這個學問上面呢 就是研究這些叫做空氣流體力學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開山祖師爺級的人物呢 就是阿馮卡門 也都是我之前講過的 錢學森他的師傅來的 那麼馮卡門他研究這些高速移動物體 它產生到那個在尾部出來的那個喘流呢 就有一個叫做有一個名叫叫Carmen Vortex 一個整個 而且不只是一塊的 是一行的 所以就叫Carmen Vortex Street 整條街這樣的 就會是 然後你就會看到就是一個個船窩 大小船窩就是煤花間足 然後慢慢散開的一種形態來的 我想對於我們來說比較容易看到這個場面 那些人可以用一些煙來做一個展示 去看看那些煙是怎樣被一件物件撞開 然後怎樣產生尾流的東西 那原來你如果是一個魚 或者是一個海豚魚跟著的快船 所謂食住的尾流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就是它食住了這個高速移動物體 後面的那一堆Carmen Vortex 就是那一行的漩渦 那些漩渦就有一種獨特的形態 就令到你提供到某一些位置相對比較低壓力 還有那個漩渦是會令到你有一些位置可以令你食住上 那這裏讓我容許我解釋多少什麼為之食住上 譬如台長都問你一件事 如果你說你想由一樓上到三樓 或者搭扶手梯 那你都會選一條順流的扶手梯 不選一條翼流的扶手梯來走 那你想想一下 現在那些不停地旋轉的那個漩渦尾流 它漩渦的一面就是有些水好像向著你這樣來 有些水就會是跟你同一個方向這樣去 那其實這些漩渦就好像兩條自動電梯 就是一左一右 就好像一個自動電梯這樣 一個就是送你的 一個就是逆住你的 現在就是因為前面那條魚 或者那個移動物體產生了一堆這樣的漩渦 所以在後面你跟著的那條魚的眼中 你發覺是很多機會或者很多是阻礙你的東西同時出現 問題就是你懂得怎樣去調節你的身體的姿勢 你去盡量食住了可以送你向前的那一面 我想大約用這個圖像來看 前面就是現在有很多一路在旋轉的東西 你就當然就 你魚的身體就不要壓在那個水是逆你而行的那部份 就是不要搭了一個逆你而行的自動電梯 反而你盡量將身體擺進去 順著你 送你向前面的那條自動電梯那一面 那我發覺原來在這個實驗裡面就發覺到 這些魚群效應那些魚怎樣跟著前面的魚吃著的尾流呢 它後面那條魚正在做的東西呢 其實就只不過是不停地去左右擺動身體 然後就吃著那個叫Carmen Vortex的那些這樣的漩渦 就盡量吃著那個送你向前的那部份 然後呢 就可以就很輕易地向前去的了 不單止普通的魚可以 連那些海豚他也都懂得去這樣 所以他怎樣可以吃著那條船的尾流呢 就很容易去超越到那條船 他好像聰明給你看這樣 那真是說到為什麼他用到一條死的魚呢 那其實他是想去展示一件事 就是說這種企圖去吃著尾流來向前游的這件事 是真的很省力的 省力到一個地步 基本上你放一條隨波逐流的死魚在那裡 它動出來的形態不會差很遠 所以你如果真是在一個魚群裡面 後面其中一個根尾的一條魚 你不要放一條真的魚 你放一條死魚在那裡 你基本上發覺那條死魚 都是可以跟一個大隊裡面跟著可以 都是會適游 甚至乎它都可以一起去跟著向前游 吃著那個吸力 一路向前去 所以在這裏它建立了實驗其中的部份 它就需要用到一個死魚 就看看這個死魚在這個尾流裡面 它怎樣吃著尾流來可以繼續去游呢 簡單來說就是那個尾流本身 其實就是那條魚游的動力 所以不關乎那條魚是否繼續生存 所以死魚都是可以給這樣的喘流帶動的 是的 是的 原來它這個得獎者James Lill 它很久之前已經寫過這個Carmen Gate 就是講這個津宇的Bordy Kinematics 我忘記中文是怎樣譯了 就是它游泳的動力學來的 動力學你可以這樣理解 在這裏可以理解一下 那為什麼有一些魚它可以逆流而上 來去上上游產卵呢 那很多時候就要借助 這個就是這條溪間這條河流 它其實中間你會發覺很多很淪污的石頭 很多一級二級那些 它又不是去到瀑布那樣 就是會有很多的喘流機會 就是你如果有個水由上游流下來 不是一條純粹的滑滑梯那樣下 而是好像一級一級很多的石頭 阻著它下的時候呢 中間是會有很多機會產生喘流 而那些魚呢 正正式式就是 最好就是有一個這麼崎嶇的一條溪間 來給它這樣上去 第一就是中間很多位給它休息 第二就是呢 那些水一路這樣下來的時候呢 是產生一些喘流 對於它來說這個魚眼中呢 就是一個可以送它上游的機會來的 那剩下的問題就是 你怎麼需要用一個盡量少的能量 去擺動你的身體 改變你的身體的形狀 來讓你可以吃到 送你向上的一個水流呢 那就是這些叫大自然界裡面 它怎樣去適應 怎樣去逆流而上的一個方法呢 我們第一次結束我們下一次就回來啦